三個圓圓葉片擺在一起就像一隻米老鼠 還有常常有細毛的葉片就像兔耳朵 這些全都是多肉植物 而且12生肖通通都能找到應對的植物 2024是龍年生肖 就很適合這盆龍舌蘭 因為生長在沙漠 不需要太多水就能長大 只要放在戶外 有陽光通風又好的話 幾乎不用浇水 只是生長速度較緩慢 因此要這麼大一盆就要一千五百元 那我們大概從三寸盆養到這麼大的時間 大概花了五年的時間 在一些那個庭院造景的部分 加上它的話就很有王者的風範 所以是還滿受大家喜愛的 小小一串吊掛在樹上的是泡泡龍 屬於藤本植物 金枝攀附著樹幹 葉片則是長長的椭圓形 很容易養超級療癒 其實有籠子的植物還很多 五爪金龍鮮豔黃綠色 在陽光充足的地方生長得相當茂密 但也會偏黃一點 而龍膽在光線充足排水良好的土壤中 很容易生長 但要注意它的根部狀況以免打架 至於最常見的粉紅龍觀音蓮 放室內外都可以 金布還是夢幻的粉紅色 只是要注意保濕 至於要怎麼擺才能招財民俗專家也解密 翠麗龍舌蘭粉龍鐵觀音 這都是真好的一種植栽 那如果要放在一般的辦公室 還是家庭就是進去 你們家裡進去的 折瀉邊的對角線 這是最好的就是柴位 另外專家也推薦長紅墓 葉片悄悄轉紅更象徵過年一片喜氣洋洋 一路長紅